喂 觀眾朋友 大家晚安 三菱新聞團隊持續在花蓮太魯閣 為觀眾朋友掌握現在目前搜救的最新進度 那其實觀眾朋友可以看到 我現在這個地方的天候狀況並不是太好 現在呢是下起了大雨 尤其呢天色已晚 所以呢根據我們這半個小時 掌握到了最新進度 在搜救的部分呢 今天是全部暫停 將會等到明天早上八點 在開會過後呢 才會決議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持續前往這個山區來救援 不過今天其實我們有聽到一個好消息 就是在精英酒店的部分 由於呢天翔以西的這個通道呢 現在目前是已經排除了障礙 所以呢在精英酒店的旅客 他們其實已經可以借由天翔以西的一個通道 是自己前往台中 所以再講簡單一點 已經可以自己開車到台中去避難 那根據我們了解在精英酒店的部分呢 現在研判有可能呢 他們會找接駁車上去 把遊客陸陸續續載到台中 但是呢在另外一邊 沙卡當步道的部分 其實也是很多觀眾朋友比較擔心的 因為呢有兩名的遊客 根據我們了解呢 他們是被壓在土石之下 那由於今天的搜救工作是已經暫停 那明天到底會怎麼搜救呢 目前呢救難單位他們的研判 假設如果明天持續以人力的方式 來做救援的話 恐怕已經不太符合別利原則 因此呢在明天 有可能會直接在了重型機具 前往沙卡當步道 來進行這個沙石的排除